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身份证或健保卡都可以先借一下生计 谢谢 民众到国税局 基隆分局不但要戴口罩量测体温 还需要扫描身份证或健保卡 才能进行报税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升温 国税局方面不但比照去年设置户外 及一楼服务区进行分流 更全面实施实名制 希望有效维护纳税民众与同能安全 今年我们严格的采实名制 所以说来的纳税人 记得要带身份证或是健保卡来登陆 那我们这年的报税也是在一楼 尽量是在一楼来做辅导申报的位置 所以说不要动用到电梯 那我们在外面也做了一个帐篷 等候期让纳税人可以在外面等候 收件也是在外面 为了避免民众集中到税务机关报税 造成群聚感染风险 财政部方面也提供了六种线上报税方式 包括今年新推出的手机报税服务 民众只要开启报税网页按照步骤 就可以在家轻松完成报税 手机报税的话就很方便 大家人手一机就可以用手机来报税 以前的话是要报税 要自然人凭证或是说要健保卡注册 或是取得查新码 那今年不用 由行动电话来认证 那你在家里就可以申报了 中旬到我们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系统 然后再输入手机板 选择手机板 然后点选我要报税 然后用行动电话认证 然后这时候只要输入你的手机统一编号 还有你的业者的那个名称 那再输入你的手机门号 然后再输入健保卡 也就是你的健保卡 左下角有12码 你把它输入进去 然后再输入你的验证码 然后进行身份这样这样验证 那确认了以后呢 就可以下载你的锁折跟扣除 以及完成报税 而在税付优惠方面 今年基本生活费也提高7000元 来到18.2万元 是历年来最大调幅 基本生活费今年是调高到18.2万 如果说可以试用的话 那也是一项优惠 国税局方面也提醒民众 今年报税期限 已经恢复为原本的一个月 欢迎纳税医务人 使用手机等线上方式缴税 不但省时方便安全 还可以参加额外抽奖 何乐而不为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 因为现在本号 我们下车又来 那么期望 都凍 至于